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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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达到2488点时做了个鸳鸯脚后逐步向上 虽然在底部升上时都升了3000多点 但在图形上我们看到有机会是港股做一个上升三浪 怎样去计算是由24500点做一个底部一浪起步 其后回落到2488点时作为二浪回吐源 其实现在是三浪 这三浪可以去到什么水平呢 可以逐步朝着30,000点或30,500点的水平进发 之后才做四浪回吐期后再上升 在图形上五浪的上升时 一般来说都很容易在大型的图形上看到 除了港股之后时 亦看上证综合指数时 亦看到有接近趋势在此 只不过时间性有点不同 港股借在10月份见了底部 但上证价在1月份见了底部 但现在走势明显地跟随着港股的 一浪二浪三浪的进发 即是我们可以因应这个情况时 当上证综合指数时 反弹到2800点水平之上时 我们可以预期完成了一浪的起步位 其实会回吐之前起步在2440点 之后有机会回落到2500点边缘时 就完成了二浪的回吐 其后出了三浪 这个三浪上升时 如果因应港股走势模式 有机会上升到3000点水平 所以在近期来说 我们要凭着港股一浪二浪三浪的走势 就可以预期到上证综合指数的走势 但有些朋友认为 究竟美股会否跟走势相似 因为美股在10月份才见顶 即是跟上证和港股时 有十个月的时间差 美股虽然看到近期的走势时 好像想追回港股和上证综合指数 但在时间差上大家要留意 美股在10月份见顶 今期后就落到1月份时 亦出现了大幅下跌之后 看到底部 暂时的底部 但现在的反弹时 有机会出现了三顶 即是跟上证和港股有少少不同 美股在之前的顶部 是26,960点 即是今次冲上上去做三顶 要接近这个水平 预期在26,500点水平附近 也算是做三顶 近期走势时 明显朝着水平进发 当然是基本因素配合着 才能令美股向上 但因为美股的经济状况 不容许是这样的上升动力 所以当图表上 图形上 做三顶 就会因应经济状况 不容许 而出现了大幅下跌的情况 如果大幅下跌 可以去到什么水平 其实当股市见了顶 跌浪是可以 以美股过去的熊市来计 可以跌穿20,000点水平 之前曾经落到21,500点 就淡翻到上面 即是说今次再跌下来时 就会跌穿之前的低位 其后就会跌穿20,000点 之后才见底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 今年全年来说 美股应该以反复向下的走势 所以在综合三个指数来看 港股可以继续看向上 而上传终合指数 同时可以看向上 但美股就要在现水平来说 就要逐步要平仓 其实现在就可以看空 或者看淡美股 未来说 今年全年来说 美股应该以下滑的趋势进行 多谢大家收看今集的内容 如果大家对我的分析有兴趣的话 请去秒头搜寻李维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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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